记者黄旭磊高雄报道 卫福部在公布四款降血压药已受污染 高雄市预计本周前将全数药物下加 卫福部施药数昨晚 2日 在公布四款生达化学制药的降血压药 受到N 亚销基二甲案 NDMA 等不纯物质污染 包括生达舒心乐膜一定160毫克 生达舒心乐膜一定80毫克 北平压膜一定80分之5毫克 吉利压舒膜一定80毫克12.5毫克等四款 据调查 这波污染源料料来自中国珠海润斗指药厂 为7月初浙江华海制药厂污染源料料 Bossatin后续高雄市卫生局今天 3日 共计清茶医院15家 诊所240家 药局料商66家 茶盒达成近9成5 回收超过30万颗药物 预计本周六前将全数药物下加 10药署指出 7月初过济药厂阿特雷斯委托 浙江华海制药厂生产的原料药 Bossatin 因合成药物的制成受到污染 被验出含有N亚销基2甲案不纯物质 经动物实验证实有致癌性 不过 并未有报告显示对人体造成影响 前拨下架药物 维生达化学制药的 书新勒膜医定 马克龙的科士压膜医定 永信制药的勒素酱膜医定 及瑞安大药厂的繁内膜医定 卫生局呼吁 业者应配合下架回收 引力不配合制机构 将医药市法第94条规定 处以2至10万元罚款 而民众调解详情可上 卫生福利部ADR 全国药物不良反应通报系统 网站查询 或向全国药物不良反应通报中心 钻线 0223960100通报